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那么好莱坞大片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好莱坞大片钢铁侠 那么这个电影呢 这个星期就是五一黄金周 在中国呢强力的推出 这部中美合资的剧片呢 号称是近年来美国超级英雄电影 首次引入中国元素 并启用了中国著名演员范冰冰和王学奇 那么该片上映之后呢 首日就近账1.3亿元 打破大陆有史以来单日票房的记录 但是尽管票房强劲 观众呢却纷纷反映 这部电影的最大败笔就在于其中国元素 许多网民讽刺这个范冰冰和王学奇的角色呢 是龙套中的龙套 还批评好莱坞为了争取中国市场 而忽悠观众 那么钢铁侠添加中国元素 是否弄巧成拙 好莱坞要真正进军中国 在文化体制价值观等方面 需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请戴博来谈一下 你觉得这次这个钢铁侠3 这个中国元素是败笔 还是一个妙招 对来讲我觉得是败笔 而且我觉得对美国电影来说 对中国电影来说 也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政治 或者商业的一些因素 而改变他们的故事情节 都是有害于他们的电影 他们的故事的质量 而且这个是一种宣传 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觉得这些中国的这些演员 什么的参加 就是演一个小富豪的 又黄人棉孔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好那些演员 其实是降低他们的身份的 老师 这部电影刚刚也谈到了 头一天上映 五一第一天上映 就票房价值达到1.3亿元 那么超过了中国历史上 单日首映票房价值 这我想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类所谓的武侠片 英雄片 都是正义战胜邪恶 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正义的向往 希望正义能够最终战胜邪恶 第二个就是 这正好赶上中国武艺的 所谓小长驾 三天了你去哪儿 去远了不是 去进了堵车 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高速公路上 很多的司机 很多乘客 干脆 因为堵得太久了 下车 打麻将 打扑克 甚至几家人 把自己带的食物放在一起 干脆来个公路野餐 你说到那公路上去受罪 不如跑到一个 有空调的电影院里 看一场电影 既娱乐了 同时又数了 又免除了这个 舟车之苦 这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做法 所以我并不是因为 这部电影本身多么好 而导致它的票房价 或者说它这个中国元素 多么成功 我觉得保身非常现实 人家谈到文化 然后你把它落实到生活 不过事实上是这样 我的感觉 对不起 我们在美国还没机会看这个电影 还没有 今天才能看 今天才能看 戴博已经讲了 就带他孩子去看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电影确实是 反映了很多 现在的美国 就好莱坞大片那种一贯的 顾且称之为手法 节奏非常快 镜头非常刺激 特效 特效 其实真正能够留下 大家多少的这种回味 我是有点怀疑的 但是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所谓的中国元素 其实并没有 太多深刻的描写 你说一个演员在里面 有一定的角色 结果呢 如果是在中国上演的时候 还要修剪 要把中国演员的分量 是比例把它加重一点 这就说明了 它是叫中国版的 这个钢铁侠 在海外版 其实没有这个王学 你这样的作业是小看中国的观众 我们先听听破空的看法 你第一轮让人家破空说说话 好 我现在必须要这个说一下这个文化 刚才我在说 印度就忘了一句话说 中国的重商文化和这个现实主义 它也是压到印度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在 在这个电影上 是中国观众已经累了 中国观众已经度过了好奇的阶段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 跟美国电影 一个根本上文化的不同 中国的电影 古装片很多 就有复古的趋势 然后是现实片 那美国的电影 未来片很多 就是富有想象力的那些影片很多 像什么钢铁侠 扁护侠 还有西方像那个 哈利波特 这些也非常流行 都是富有想象力的 但中国人其实很难适应 这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 就是想象未来空间的那种电影 除了阿凡达这种想象性的电影 在中国获得票房价值以外 我想中国现在对这个 已经是很泰尔的 很累 所以这次钢铁侠再进去的话 中国同时制造了他的电影 你比如说他制造了一个叫做 你在讲中国元素 他在讲美国元素 他讲国际元素 他有两个电影非常畅销 挤了这个片子 一个叫做北京遇上西雅图 其实他加入了美国元素 而且它是个清洗剧 现实片 另外他有一个叫太古 那个不知道那个指示部读古 就是讲什么 舊拍吧 对 太久 对 太久 那个片子也是一个国际元素 所以中国人就好像 中国人吃法国菜 墨西哥菜 直接吃原生的并不好吃 但中国人就把它改装一下 改成中国法国菜 中国的墨西哥菜 中国人就趋制作物 非常好吃 所以中国的导演也学聪明了 他看到美国大片这么受宠 他也把你的经验都拿了过来 拿了过来 这一把中国的观众的口味加剧 是中国观众更注重于现实 更注重于就是说 我能看得见摸得着 相信那个故事能够发生 而不是像美国那个 就是什么一个盔甲 又这样变了 一个人变成机器 机器又变成人 一会儿又能够飞上天 一会儿在楼上跳来跳去 对中国人非常疲劳 我一直就担心 美国这种电影在中国 始终是最终是会让中国受不了 审美疲劳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开始 谈到这个回归正题 谈到中国元素 一开始我看到这方面报道 我以为增加一些 中国文化方面的元素在里面 一些历史的因素在里面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所谓的中国元素 就是请两个中国当前 票房价值最好的影星 男演员就是王学奇 女演员就是放冰冰 他们当然都非常鹦鹉 非常漂亮 但是你加入这两个 意思是什么 无外乎就是两张中国人的面孔 而且所谓的有国际版和中国版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好莱坞 这纯粹是低估了中国观众的这种智商 可是不只是哈莱坞 其实中方也有责任 因为他们是要求哈莱坞这样做 他们也小看中国的一些观众 中国的观众是有坚强力的 他们知道我不会是因为有一个 帆冰冰的面孔而说这是一部好电影 他们知道他们是受侮辱的 而且中国的一个观众的 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在这个方面他们比美国的好 他们的国际意识很强 他们会看那些带字幕的一个电影 如果是一个好电影 没有中国人他们还是很愿意看 对 不像美国人 他们只要听那个美国的故事 听那个英文的那个电影 所以我觉得哈莱坞也好 他们有他们的错 你说的对 可是其实中方也有他们的错 其实我觉得好莱坞 他加入这个中国元素 显然是从商业的第一考 因为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太大了 现在 否则这部电影 为什么首先在亚洲地区首映 在美国是次映 但是关键就是说 你如果要添加中国元素 你得添加的有品位 而且你要把这个文化的精髓表现出来 那么我觉得好莱坞这样做 反而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 因为你就好像 我给你两张中国脸 你就觉得应该是中国元素 但是我觉得好莱坞比如说在很多电影 他有时候比如说所谓日本元素 原来曾经有一些电影 比如说像汤姆科尔斯演的最后的这个 最后的《武士》 《武士》什么等等 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元素的反应 就比对中国元素反应 似乎要深刻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偏见 刘平健您的看法 好 因为美国人跟日本人 对日本的了解 其实是超过他对中国人的了解 至少这个程度上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想到这个 曾经有过一部电影 好莱坞的这个广告说辞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电影里 有这个 对不起不是好莱坞 就是这个片商 推出一部这个20年前的电影 然后呢就这个电影里面呢 有这个某某某某 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 也在里面嘎了一脚 我就非常认真地看那个电影 后来就发现那一个人 在里面嘎了一脚 大概10秒钟 就是这个部队冲锋的时候 他也在那边喊撒 然后就被敌人打死了 但是因为20年前 是他这个小角色 那现在要把那个电影 重新推出来的时候 为了吸引大家注意 让大家去看 所以就是说那个人在里面 有一脚 其实那一脚的那个分量 对整个 你可把那段剪掉 这都不影响 整个片子的完整 所以我赞成 就是说 我们所谓讲这个中国元素 跟这个美国的文化 这好莱坞电影里面 反映的这个日本的文化 那程度上实在是有天然之变 这是好莱坞的 所谓的反映日本的文化 最后五十也是有问题 你非得有一个美国的 一个小白脸 才能够到日本去 做那个英雄好汉 而不是日本人 那个电影 问题是一个美国电影 这个就是其实 对 这个也是你敲不起日本的一个电影 好 我听听破空的看 对 对 我就正要说这一点 刚才那个 宁兴提到说 日本元素反映的好不是的 因为我对日本非常了解 那日本人都告诉我说 美国电影反映日本 都完全是错误的 就包括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五四 沙米尔三那个东西 是根本就是日本脱节的 另外他们那个 异计回忆录 是日本的一个民族 但是却用中国的演员去演 日本说中国的演员 像龚立和张志祺 根本不能体会日本的文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日本的 《产经新闻》的记者告诉我说 日本在 美国在写那个 二次大战的电影的时候 居然犯了这么低级错误 他们把那个日本人 放在里面 但是那个日本人的穿 他说有一个人 摇着日本的太阳旗 在返美 他那个人的穿着 和打扮都是中国的 而且那个人的性格 也是中国人 根本就不是一个日本人 只是拿那个日本的太阳旗 就表示是个日本人 他说美国犯了很大的错 就是不了解日本 说是同样道理 我原来开个玩笑 我说美国的中国通 就是中国不同 说美国对中国的情况 最近发生了很多判断错 包括电影界 比如说他认为 要向中国政府鞠躬叩头 他就干脆接受你的自我审查 其实这是一个败笔 因为中国的观众 并不见得卖这个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说加入中国元素 我就拿几张明星脸进来 其实刚才戴博说的好 中国观众实际要看 地道的美国的东西 并不是说 你要加入中国东西 我就看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美国这个银河 是用表面上的一会儿 非常的浅薄 我就想到 刚才戴博讲 中国方面有责任 我同意这一点 中国方面他在电影上 使了个小花招 他进口美国的大片 主要是动作片和娱乐片 他并不让美国的 写实片进去 比如林肯 这个大片让不让进 他绝对不会让进去 因为林肯的片子 宣扬自由 宣扬民主 宣扬人权 中国政府是限制的 但是这样的片子 如果去中国 恰恰是有市场 就好像以前有一个 真实的谎言 这种写实片一样 所以说很多像美国 这样的片子反而进不去 只能够 就中国人 把中国人成了 就是接受美国片 成了我是被娱乐的对象 被这个赚钱的对象 所以说中国人 实际上被贬低了 刚才我说了一句 就是好莱坞 对中国观众的 智商的一种低估 同时呢 他们增加所谓的 中国语元素 也是为了讨好 中国的审查人员 同时也是对 他们智商的高股 他们就认为 只要请你两个 中国漂亮的演员 上了一下这个大片 然后中国这个审查人员 就会通行 就会让你 保释其实这里面 还有个商业利益的问题 因为这个也是 中国的影业公司 合资投入的电影 所以他也希望 能够这个票房上 对 这个是 就是说现在 刚才破空有一点 就是说现在 好莱坞或者制片公司 越来越屈服于 中国的这种实力 像中国的政治实力 和经济上的实力 来低头 那么谈到了 自我审查的问题 这次钢铁侠里边 就存在这些问题 那么他们在拍摄的 现场文化这部的官员 什么电影 总局的官员 就到现场去指导 去观摩 他们有些 被中方认为 不喜欢的东西 就拿掉了 那么007 它里边原来有 这个澳门存在 性交易 有妓女的问题 后来就把这个难到了 我也套用英文 Come on 澳门没有性交易吗 澳门不是妓女 到大街上 到处都是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去过澳门 好多次 但是我没有 着急 我就在大街上 看那种情况 你明眼一看就是 他们明明就是在 招揽客人 那么在这个007里边 在中国一个大楼 保安被这个坏蛋杀死 中国也引起中国抗议 这是反华 侮辱华人 这是哪 到底哪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因为洛杉矶时报 有一个影评家 他就说 他说 这个美国人拍电影 是什么都可以拿来骂 都可以取笑 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 比较缺买幽默感 他就中国这个 尤其是中国的审查当局 所以什么他有 他列了十几二十条 什么东西不能出现在 好 我们电影里面 如果你要进中国 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为什么 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那个冯小刚 中国的那个 票房价值 最高的那个导演 他就是说这个审查 就是有害于 那个中国的电影 而且这些审查部门 他们对于 不只是对于电影 对于人类的生活 那个看法 都是太幼稚了 他们把这些 明明是事实的东西 给删掉 你偏谁 如果我们跟我们刚才说的 有关印度的那个 拼命哭 白万福翁 那个电影 不是对了 那个阿萨卡奖吗 那个时候 牵绊布是把那个印度 最是印度难堪的那些东西 黑暗最丑陋的 都放在那边 可是也不是骂印度 到了最后那个结尾 那些那个小伙子 在那个 是在地铁那边 他在跳舞 你都给他鼓掌 更多的美国人 我很想到印度去 你看他的这个精神 就是因为他把 那个印度的利和弊 都给你放在那边 如果你是给中国做宣传 美国人可是知道的 他们也对这些电影 不感兴趣 中国观众也没有兴趣 对 还有一个刚才 陈伯宫提到一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中国观众 虽然很喜欢美国电影 但是确实 他们现在有个审美疲劳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近年来 近的这个好雷乌大片 都是所谓的动作片 确实有这个趋势 就是说美国 其实最精髓的 最受 怎么说呢 评价最高的电影 往往没有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刘平贤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我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就我想了一个电影 叫做这个麦迪森之桥 我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准 但我想大概不会准 因为这个电影里 简直是在美化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婚外情 那跟这个中国传统道德 那是格格不入的 为了这个社会稳定 那我们绝对不能让 这个电影进口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想到了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的时候 1940年有一天 上海所有的理法店 不营业 罢工 这很糟糕 很危险的事情 很多次我们自己可以做 理法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天理法业 为什么全面罢工呢 因为上海那个时候 播有一个电影 那电影里面 是写一个理法师 结果设了一个什么案子 也许是侵犯人家家庭 什么之类的 所以所有理法师 就怒不可恶 罢工 那到今天 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的社会 会不会这样子 我相信不会 也就是说 其实啊 这个今天我们的文明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 很开放的心胸 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各样的现象 这个一样一样百样人 所以这个电影里 它所反映的 并不是说所谓的 要揭露你的阴暗面 更重要的是反映 我们这种人文的素养 所以如果能够这个领导 中国的领导层慢慢 或者电影审查机构 慢慢了解到 这种趋势的话 也许可以让更多电影进去 你刚刚这个破空讲 林肯传 应该让林肯这个电影进去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这个 大陆到美国来 一定要去看林肯纪念堂 台湾到美国来 一定要去看 杰弗顿纪念堂 因为林肯支持统一的 好 破空 另外我看到 美国有一个大片 非常受中国的欢迎 而且长盛不衰 就是泰坦尼克 泰坦尼克当时 在中国放映的时候 又创下了票房天价 非常好的票房价值 而且最近 两年 去年 泰坦尼克又推出 三维版 在中国依然是卖座 非常卖座 而且是又创下了 巨大的票房价值 就为什么 泰坦尼克符合中国的口味呢 就它写实 它浪漫 而且它有爱情故事 而且是气势恢弘 是一个大片 而且是跟 就是基于真实 发生了一个故事 就是泰坦尼克 沉默记 而且但是就在这个片子中 中国政府犯了一个 非常低级的错误 就它把这个片子 也cut了一下 也检查了一下 它检查了就是 男主角跟女主角画像 那段裸戏 恰恰那段戏 是泰坦尼克的精华 非常优美 符合这个泰坦尼克 就是说唯美哲学 恰恰它把这个 最优美的一段卡掉 而中国观众 是非常不卖账 中国观众为了 找到这一段 不惜就是盗版 不惜这个 看那个地摊 到处去找 或者在网上 都要把这个看权 说中国观众 并不卖账 就是美国的公司 去迎合中国 也不卖账 中国的这个审查部门 去那个审查电影 而中国的观众 你看到了海外 他都要看那些禁书 禁的电影 看美国真的东西 说出来 美国完全不必要 太多考虑 美国的那个 中国政府的想法 恰恰相反 应该给中国政府施压 应该让你们的观众 结合的 结合了更多的 国际上的精髓 而中国观众 也恰恰是这个需求 要说到中国观众的 这个执着 我们知道当时 李安拍的那个色戒 因为当时反映一些问题 然后也因为里面 比较 比较怎么说 大胆 情色的这个镜头 结果很 当时香港说的 形成一个小产业 大陆人到香港 去看这个电影 所以要看原版 好 保证 刚才破空谈到了 美国要向中国施压 我不知道这个压 应该从哪个方面 来自哪个方面 我们不可能指望 好莱坞的这些制片公司 去向中国施压的 看一看现在世界 国际电影市场的现实 大部分票房价值 不是来自北美 而是来自亚洲 比如讲 李安前世的拍的 这个少年派的 奇遇漂流 对 那么在世界上 其他地方 特别是亚洲的票房价值 要远远的超过 在美国的票房价值 就是说现在 美国人的娱乐 越来越多样化 他们并不见得 非得要到电影院 去看电影 才能满足 自己的娱乐的需要 人家高速公司没有那么塞 对 好莱坞只要是给那个 从15岁到25岁的 全世界的一个男性拍电影 他们来看什么 看这些暴力 这个侠 那个侠 我也看你了 这个周末 我非得拿 我两个儿子去看 这个电影 就是因为他们要看 这些东西都爆炸什么的 所以可是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一次性的 没有什么营养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或者价值的电影 就是精神快餐 你看 好莱坞在去年以前 每年向中国 只能出口20部 所谓的大片 那么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后 变成了20加14 就是好莱坞每年 又可以多向中国 再出口14部影片 对于好莱坞的制片公司来讲 这是多么大的商业的 这种商机啊 好 最后还有一分钟 破空还好像有什么 要发表的感觉 我就说如果是 好莱坞纯粹从商业上 去的成功的话 最好是研究中国人的口味 因为中国的导演 也在研究美国的电影 美国的电影 应该到过来研究 中国的电影 就包括我在 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了 我陪两个孩子 经常去看这个电影 每次看那种 很有想象力的这种片子 我都会平均睡觉20分钟 就说连我都进不去 还不要说其他 在中国的本身的观众 我觉得这个课题 是值得美国电影界研究的 其实美国确实 也有很多非常好的电影 比如说像今年 得着奥斯卡奖的亚果 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当时讲 营救在伊朗的 这个美国人质的电影 其实也非常好 但是中国是肯定不会放 因为里面也牵涉到 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还有些宣扬美国 这个价值观的 我估计可能也是在中国 有一定的障碍 这样的类似的电影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 那么观众朋友 请您不要离开 接下来很快 就是我们的弹舞续发栏目